好 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 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 跟大家来聊聊 四月份的居家风水 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 要留意的事情 好 我们请到我们的好朋友 是居家风水达人李昭颖 昭颖老师好 日文杰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我们刚看到那个疫情的消息 还真的是蛮紧张的 因为本土的疫情案例越来越多了 真的提醒大家稍微小心留意一下 我们先跟大家来回顾一下 上个月的事情好不好 上个月提供我们刚讲那个店的问题 这是3月3号大停电 这真的是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 后来台电的董事长 总经理都下台了 都下台了 没关系这个4月大停电 大家就会忘记3月大停电 所以4月还会在大停电吗 几率很高 因为今年在属于我们讲说 揽线 管道 车道 轨道 这样的东西都不太好 所以像如果台铁出状况 高铁出状况 网路出状况 然后这一些电线出状况 其实就是在2022年很常态会发生的事情 只是轮流报还是一起报 常态发生的事情 好 所以停电真的是让大家真的是觉得生活上面太不方便了 当然对企业界来讲我觉得造成很大的冲击跟影响 韩国大选这也是大事 对因为这个倒春寒 倒春寒会变成说 其实有时候倒春寒的灾害会比冬天严寒酷寒会更严重 因为第一个它可能会影响到 如果是农业社会 它会影响到春天播种的时间 然后第二个是在气节一个洋气要上升的一个循环的时候 突然被冷压下去 所以这会造成后续比较多的疾病 我是说韩国大选也让我们出乎意料之外 对啊 而且今年蛮多地方都是这样子的 那大家就说因为战争所以其实打乱了很多地方的秩序 就是大自然某一种漏一种game low 一种秩序已经被破坏掉那个平衡 所以就会很麻烦这样子 而且今年其实今年的后面的形象都不太漂亮 到4月还好5月开始就有像日食 今年还有12次的流星雨等等 所以其实我们看我们学命理观察的角度 我会觉得说实在是不美的一年这样子 每个月都会有一个主题去刺激大家 或是去影响大家这样子 还有就是我觉得地震 地震 那个你看 那个花莲 花莲的那个地震真的让我吓坏了 真的让我吓坏了 而且我就更吓坏的原因是因为 我才刚去回来 对然后那个地方我们都有经过 而且它的震度蛮强的 对那还好是它的那个影没有自灾 对了 那我讲过今年是一个那个 比较麻烦的就是 今年是地震年 对啊所以从头生到 我就发现其实国外更多 而且不小还很大 这样子 所以今年是地震年 对今年是智灾性的地震年 在我们两三年 智灾性 两三年前有提过 每年都有啊 甚至说每个月每天都有啊 只是会不会智灾 那就要看那个流年的状况 这样子 不过韩国这个大选 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样 不知道 那看到那个东方航空 那个我到现在我还是 满头黑人问号 因为它最激当 阿姐有看吗 它最激的方式 它就是平飞 然后90度下去 这个你如果是被挤落 或被或者是 机械的故障 干嘛原装不会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都想 它到底是发生什么 是迷 嗯太诡异了 那个太多专业的机师 我也问我机师的朋友 他们说 除非恐怖分子的加持啊 或刻意这样 开阿办 原则上 以飞机的构造来讲 不会90度往下栽 对啊 其实每次在回顾的时候 我都会发现说 一个月一个月很快就过了 可是一个月当中 其实也发生很多事情啊 不过人真的是还好 是善于遗忘的 不然的话一直记得 我觉得也是 很可怕 对很可怕 我们再看看一瞬间 132个人命 嗯 就只有一个那个厨师 嗯 所以在腾化 没上到那个 前面的一个国内线 然后再飞 嗯 逃过一劫 就这样 这真的是 人命就在转眼间 很可怕很可怕 就是三月份真的还蛮多事情的啦 真的是国内外的事情都还蛮多的 真的在台湾我觉得比较在意的件事情 就是那个地震嘛 那震到我们都快快吓死了 都快吓死了 嗯 那个地震真的我就记得印象很深刻 越来越多哦 而且很多人是被那个国家警报器吓醒的 对 对 我那时候还没睡啦 不过我想说我还是坐起来一下 因为摇摇太厉害 我想说坐起来一下好了 因为我讲说坐起来因为还要有余震 果然很快就会有余震了 哇 那震央地带那边 其实我们在台北是一点多嘛 他们是震到四点多都还在震 对啊 所以我早上起来看那个地震报告 哇塞 震个不停 对啊 好 那待会我们会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三月份就这样过去了 就这样过去 赶快过去吧 那四月份了 四月份其实碰到清明了 那清明当然有一些节气上面的一个考量 我们待会会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然后还有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 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好欢迎欢迎李财生活通 我是向云芬 在我旁边的就是居家风水达人李昭英老师 我们要跟大家聊聊 马上就要进入清明了 那清明就是我们就担心一直下雨 一直下雨了 那清明通常还是有一些节气的 那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的 清明的话呢 今年是任一年 吴曲画记 然后甲成月 那我们通常在石干式化里面最怕的就是甲 那甲月通常很容易像比方说 我们平均估算过 甲月通常都比较容易发生一些灾难 然后一月影响心情 丙月才开始 大家来重建 大家来互相的那个 去帮助大家分享等等这一类的 所以石干最怕甲月 也可以说甲月最毒 对的最麻烦 那甲连破五羊嘛 甲连第一个就是连针画路 那连针代表一个应酬的心 也是桃花心 然后呢 太阳画记 太阳画记就代表说是很多的人的生离死别 但是我希望是说可以的话就用这一次突然很多的封城来当做生离 我就把甲甲画记给化解掉 我觉得这样也好 而不是发生了灾难之后的死别 哎呦 你刚刚讲连针画路的话 所以是怎样 就是有一些什么问题呢 因为你后来就跳到太阳画记 因为他就代表说必须要因应环境的变化 去做一些新制度啊 新文化啊 新精神的建立 比方说刚刚三位来宾讲了说 2040年之后的话是电动车 那是不是也许在现在的建商的部分 或旧社区的部分 你就要开始去规划 未来要因应新法规的一些新的建设 就必须要去涵盖过去了 这样子 就过去跟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就对了 他就刚好卡在一个新旧之间的一个 你要如何操作的点 那如果你上车了或上船了 OK好 你很顺利的去接了一个新的潮流 没有的话 你可能要再下一次 然后才有办法再接到 那时候可能在整个时间空间 场域 然后甚至设备成本 完全都不一样的状况下 你去做革新 那也许更好 那也许你可能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所以就变成说先知者是一个机会 可是非先知者的话 可能是一个 有点被赶牙子上架的那种感觉 赶牙子上架 所以做很多事情会被勉强吗 可以 我们如果以台湾 比较容易观察到的现象来看的话 就是台湾的选举人们 现在开始了 开始了 祸祸祸祸祸祸的 然后呢 爱加给塞里的 赶牙子上架的 或者是某些选区一定选不上 被硬逼去的 如何接招还招 这样的那个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失落的拳法 比方说太极拳 等等之类的 各家立委 议员立委 等等之类的 地区的 什么里长 等等之类的 怎么去打这个太极拳 怎么去夺标 采青 这个都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选举真的是 对 花招会摆出了 因为连针就是一个 假面嘛 就是一个 连针是假面 如果他画路代表说 我必须要去运作 画剂就是我们讲的 包装 假装 化妆嘛 但是他画路就是 我必须要出手 然后再来就是 破均化权嘛 就代表说要冒险 要反叛 要破坏 然后才有机会去成效 所以要炒啊 会炒的有糖吃啊 比方说擦擦党就说 我们应该开始 有执政的准备 那我们就觉得 嗯 好 很好 我尊重你的发言权 这样子 那无学化科就变成了说 呃 对于可行性的敏感度 大家都会提高 嗯 也就是说 有这颗心在的话 大家觉得说 哎 好像 有点道理哦 好像有点眉目哦 而不像上次的贪婪化 上个月的贪婪化 那个 季 你就觉得说 这些真正人物 跟这些 哎 你平常不是很会说话 然后很厉害的吗 怎么这个月都在讲 一些莫名其妙 我们听起来觉得民众觉得问满头问号的一些发言跟一些质询跟什么 我三个月的那个议会质询跟那个 大家看来会觉得你们到底在干嘛 嗯 对 但是这个月会觉得变得很犀利 变得每个人都好厉害 文章上升 然后那个公结辩论 然后咨询 然后什么都很精彩 嗯 这样子 那最后就是一个太阳化计 那太阳化计就是去旧更新 嗯 去旧更新 就比方说有可能有些人就宣布不选 嗯 什么 然后他该选什么 这样子 我自己也一样啊 还有帮朋友一样 我可以打个广告吗 嗯 如果听众朋友你有不错的房子要卖的话可以跟我联络 你要干嘛 你要买房子啊 我还有好朋友啦 还有小朋友帮忙看 嗯 那你不是找仲介就好了 但是有时候角度不同啊 对不对 那我觉得我跟听众朋友感情很好 哈哈哈哈 就是自己卖的 对 不过现在我觉得有一些仲介服务真的还还不错 而且还有履约保证啊 而且有几个像比方说我接触 他们就很用功欸 他就直接认出我这样子 我说诶 那你之前有听过演讲说什么 他说没有 我公司的内部训练有老师留下来的那个SOP啊 然后自己去租物馆找找事书来看 要不然那个卖房子啊 那个买家对风水一挑剔 我们就答不出来了 那就因为我之前有帮各家写过好几年的专冉 大概写了七八年有吧 写了四百多篇了 哦 又不是你自己要买 你来帮朋友买 你如果自己要买 我们就带大家帮你想想办法 顺便看 看综艺就买了 就这样 所以钱很多了 也没有啊 云文姐借一下 现在看房子都是有钱人才做我的事情好不好 云文姐借一下 对 我有一天逛一逛 我想说 想要去看看一下房子 然后就只是随便去看看 天哪 好可怕啊 房间很可怕 他的开架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惊人 我有看啊 我看了发现说 这你怎么开得去两口 这样子 真的真的 好这个就是清明 还有接下来可能会到古语 然后就要以夏天来了没啊 五一五号就夏天啊 下次来就是夏天啊 这么快啊 可是我都觉得还是蛮冷 你看我们还穿这么厚 倒春寒啊 倒春寒 对 所以讲说春天后无边啊 今年就会很明昏 忽冷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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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那个厚重的衣服都送洗了 我房间就有两个脚 然后一个脚放那个电暖炉 一个脚放电风扇 都不敢收 我不知道收哪一个 但什么时候才可以收啊 原则上传统都会讲说端午节啦 买家又会这样 传统都会很棒 那今年的五月会比较晚耶 会比较晚耶 对啊 今年的端午节会比较晚一点 但会非常热哦 会非常热啊 夏天啊 请期待 我最讨厌夏天了 我还可以我还可以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待会继续再聊 好原来今年的夏天会很热啊 觉得说冷热 其实我们都不大喜欢的 不过我们刚讲到清明 清明的时候啊 大家有很多会在用连续的假期 然后开始要扫墓的扫墓啦 然后这个拜拜的 那当然这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想念的一个季节啦 圣中飞远的季节 对对对对 有没有什么要留意的 前几天下雨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个交通安全啊 还有就是下雨 难免会塞车 所以那个外面又失能的时候呢 人体的那个火气就会大 所以就注意说在行车上 如果有任何纠纷或干嘛 或者跟家人出游的话 就烧暗物照 不要吵架 因为你毕竟你是要去做 圣中飞远的室节 我半路上大家一家都在整个吵架 从头吵到尾 然后再去圣中飞远 我觉得这样就没有意义了 当然当然 好所以就变成 那你就可以准备一些像凉茶 温的凉茶 姜茶这些东西 稍微去调节你体内的冷温吃寒 能让你在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去 这样子 那你当然不要喝太多啦 因为很容易塞车 我就遇过那个 有一年我们去扫墓 然后去塔位 然后知名的塔位 到一半我受不了了 然后呢 他们塞 我用走的 我先走到 他们还没塞到 等下我走了三个小时 对 他们还没 他们车还没开到 我觉得我现在还走 还比较舒服 这样子 微微的雨 这样子 车子就不会动了 好 那就就是扫墓啦 因为大家都说清明时节 雨纷纷嘛 对下雨天 路上行人欲断昏 真的 真的 好 这就是扫墓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整个在四月份 四月份有没有什么流月啦 有吉方啦 有凶方啦 健康啊 各方面是不是跟我们提醒一下 流月吉方 这个月在西北方 那可以多利用西北方 那如果在群主的话 我们就会想说哪一天特别好 所以像这次连续已经试了三天 就变成大家去买乐透啊 有些人都种蛮多的 但是他们都很棒都捐出来做公益 有些人种好几万块啊 然后什么 因为西北方六一 然后逢八九啊 或四等等之类的 就变成说他会有一个特殊的 聚财局 在我的课程会有交 然后他们就可以出去朝西北方走 然后找到做什么像什么的店面 然后去买乐透 然后我是建议他们买瓜瓜看啊 现瓜就现有这样子 然后都还不错 那就可以多捐款这样子 那有时候 有财运财新的时候 你可以去晃晃街气 那也可以去晃去捐款 像现在有便宜商店 要捐款很容易啊 他都有那个募捐箱 他有你里面相同的去投啊 十块十块十块 这样也是很棒的 就是西北方 OK 那是偏财 那如果是正财要找工作的话呢 就要往东南方去找 找工作的 对 但这个月的工作呢 只立旧领域 也就是你熟悉的可能就是旧领域 新公司 而不是新领域 因为这个月是泛新人的状态 所以代表说这一位演艺圈又会有一些新闻 或是有一些 幼儿的状态 什么受虐啊 保姆啊 或者是什么新人啊 演艺啊 结婚啊 离婚 挖鱼啊 等等这些新闻呢 绝对不会让你无聊的四月份 这样子 嗯 好 那凶方就正东方啊 就比较麻烦 正东方 三七地零的时候就代表说 可能会有 比方说 有一些交通路线 比方说 以前就发现过断桥嘛 或 道路塌陷啊 或者是交通意外 嗯 比方说有轨道的台铁高铁 然后呢 也包含了像 电缆线 就代表了停电 跳电 好 所以四月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跟状态在里面 四月份状态也很多 超多 连续好几个月都很多 今年原则上 每一个月都有大小麻烦 只是大麻烦是什么 小麻烦是什么 这样子而已 那这个月的大麻烦就是 嗯 一个我前期间讲叫药害 药害 嗯 第二个就是食品安全 什么叫药害 就是因为药品 或 某些东西 嗯 打进身体的东西 引发了某一些状况跟纠纷 嗯 好 我平常 我就擦片球讲 这样子 嗯 这不可以讲 对 三百万很贵 然后三百 是食品安全 对啦 食品的安全 食品安全很重要 很重要 因为会 你会发现说啊 有一些 因为货运太贵了 或者就是说 货运进不来 嗯 那新的东西 进不来 旧的东西 出不去很多 可能商家 大家就会把某一些改什么 有些 有效的日期啊 改标品啊 这些东西 做吃的 千万不要做这种事 嗯 所以呢 就要注意吃进去的东西 嗯 食物食品 包含医生开给你的药 你都要检查 嗯 常常都会放错 像那时候 我陪我爸妈 那时候去开刀 他们问在 开刀前 问有没有过敏的药 嗯 好就讲了 然后到护理站 问有没有过敏的药 嗯 讲了 开来还是过敏的药 哦 哈哈 我都觉得说 那你干脆不要问 哦 哦 可是如果说 一般我们去 呃 医院的话 你看看病 然后拿药 那药剂师 都还会跟你 合对耶 是啊 他会跟你讲 这什么药 然后怎么吃 然后有什么副作用 在急诊室已经问过 有没有过敏的药 有 然后在护理站 开刀房 有没有过敏的药 讲了 然后呢 护理站有没有过敏的药 有 讲了 然后呢 值班护士拿来的 护理师拿来的药 还是那颗过敏的药 哦 我觉得那你干脆不要问 不要欺骗我的感情 不要戏弄我的感情 嗯 嗯 如果你都没有问 然后呢 你拿来 我就说啊 不好意思 这个药吃了会过敏 可不可以帮我换 嗯 结果我讲了三次 某某药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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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拿这颗过敏的药 嗯 对对 止痛药白白种 你偏偏就只有这种 哦 所以要知道自己 对哪一个药 其实过敏 然后自己 点心一下 所以 这个月份 四月份的大问题 就是一个食品的问题 一个药害的问题 要稍微留意一下 没错 好 然后 还有其他要提醒的吗 在工作领域的部分 因为 今年有两次的五曲话剂 代表说有些人会有 被LIF 或者是冲动性离职的状态 然后就会面临一个叫做 没有办法及时补充人力 所以就变成你可能要去资源 其他同事的业务 或者是老板要跳下来做那个 那就帮忙一下吧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分享更多 好 我们持续跟赵云老师来聊 因为职场上面 说实在是很多人 都很在意的一点 那刚刚讲过 就是说人真的不好找 我其实有很多的朋友 都当老板的 然后都多说人不好找 那人不好找 如果公司现在 就是需要帮忙的话 那是怎样 只能帮忙啊 不然呢 所以你在做的时候 你就要有技巧 比如说是你是Active 你是代理的部分 你就要OK 你就要注明你是代理 然后呢 他如果你是比较 我们讲说 非中高阶主管的时候 那就要一定要Report 要双Report 给你的原来主管 跟这个代理的主管 都要先给他们看过 所以不能说 9月16号Daylight交出去 你就9月16号交 他连救你的时间都没有 所以至少走个三天吧 9月13号交 然后可能两边主管看 有问题 还可以告诉你 哪边可以改 所以千万不要用 你的习惯说 我就是这样子 我有On Schedule 我有On Time 去做 这样很容易出问题 这是第一个 然后再来就是 心同事 要多关心 要近乎 寸步不离的 霸凌式的关心 因为今年的部分就很麻烦 心同事 心爱子 心客物 都很容易造成我们的麻烦 所以我们就是只能 小心 再小心 仔细 再仔细 就是很多细节 可能要留意一下 应该说 要粗心大意的 机会很多 但是相对 内部出来的机会就很多 所以呢 要 那个 心思要细 但胃口要大 但还有量力而为 对 量力而为的前提下 心思要细 胃口要大 这样子 然后一些 反而是一些 高收入的阶层 比方说中高阶主管 高高阶主管的部分 容易有异动的情形 或发生呢 跟上面的人不愉快 然后呢 鸟焚起草 同经有损的决定 老子不干了 老娘不干了 请不要冲动啊 这样子 我也有学生就在 那个客户就在 香港 然后现在很多 路资嘛 干的不愉快 被欺负嘛 就决定 好 不干了 回台湾 然后回台湾 他已经是 非常高的职位了 就是董事长跟 总经理的特助 薪水是在 那个 香港的三分之一 对 不要冲动 不要冲动 不要放弃三分之二的薪水 哎呦 好 我们四月份还是有个零食要给大家 好不好 对的 而且这零食 看起来 我可以 我可以凹一下吗 我觉得 我觉得不错 我可以凹一下 阿姐吗 怎样 第一个就是我的夏季班要高生 我们会贴在粉丝团 我们会贴在粉丝团 所以上去看 然后再来就是买房子的是真的 请大家介绍 再来 林诗一首 这首 大家要看一下 他几乎写了整年的状态 前两句我觉得这个重点 他讲说 有一成年 融在水 如果你有意图 你有一些想法的话呢 到了融年的时候呢 融在水里 我们讲说再到山到下 就是山上融成 上山水里融成 下水 就会有机会 所以你就必须要从今年 要好好的布局 融还有 还很久耶 融 现在是什么呢 虎年啊 兔就融啦 融就下水啦 对不对 然后呢 有意就是这样子 融在水 无意呢 引上好归山 引就是虎年 所以如果你没有心 那你干脆今年好好的 想什么去退 这样子 这包含了一些 可能做小生意的人 好 那清风明月 伴幽竹 这写的就是说 晚上清风明月很棒 可是旁边那个竹 悠悠暗暗的 就变成你也只能 看不清楚很多东西 好再来 元鹤相依不等钱 可是这时候 为什么你要独坐 清风明月呢 你旁边的那些人 也许都是你的贵人 元鹤子的是 不同场 不同领域的贵人 哦 这指贵人 对 然后呢 那成果呢 整个来看呢 风占花枝三世朵 你可能会谈了三四个 或有三四个 可能斜杠 可能正直的一些机会 然后呢 盐霜一果最秋凉 那就是说呢 到了秋天凉爽的时候呢 到了盐冬 要结果的时候呢 仅存其一 嗯 好 那这时候你就要思考什么咯 是 这一句就很有学问 他说 半皇半子 墙头外 嗯 然后呢 子的话指的是 那个高官公家机会 然后皇指的是 古代讲的是皇室 那现在讲的就是 那种有钱人这样子 就是 半皇半子 墙头外 那落花流水 何处寻 嗯 我们讲说 常常讲说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嗯 对对 或者是 我们要怎么去 落花有意流水有情 嗯 去找到这些皇子的贵人 嗯 要么就是 呃 偏官 要么就是偏商 嗯 的贵人 嗯 他那个核触寻 本来就说 去哪里寻 可是你这个核 是没有错的吧 错字 哦 来不及干 我就想说 是错字吗 对 就代表这里 没有那个电脑给跑 要一个字一个字 只要一个字一个字 打进去 是啊 这是那个古籍 我要去翻去计算 然后再一个字一个字打 嗯 所以有时候 我还很规矣 我说 嗯 那个标准符号 不能弄错 那么干嘛 那先逗点分号 还是先分号逗点 哦 就有这些讲究 还是最后一句呢 因为比较那个 所以要叽叹号 哦 都没有 都没有那个城市可以跑的 我们都是一个字一个字打 哎 那这样看起来 其实 我觉得还不错啊 应该是说 眼睛要很利 嗯 才抓得到 因为他在墙外啊 嗯 对 半死半黄人在墙外 嗯 但是你我也太矮 你看不到 哈哈 嗯 对 所以墙头外也在职场上面呢 是 的意思呢 嗯 勇敢的跨出一个领域 或一个国家 或一个 要怎么讲 现在领域已经跟我以前做Hunter差太多了 嗯 可能是某一种team 某一种 某一种工作的一个区块这样子 嗯 的确的确 好 这个大家各自领会吧 好 我们再贴在粉丝团当中 让大家能够看一看啊 不过说实在 四月份还是多时之秋 还是要提醒大家 稍微啊 这个留意一下 疫情的一个变化 还有真把自己的身体能够照顾好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好朋友 居家风水达人 李昭云老师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做一个 啊 分享 下次来就是夏天了 是 李昭好快 刚过年 谢谢 我喜欢 sobre 我喜欢 我喜欢 摇取 了 需要